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這次大家聽眾又聚首一堂,因為這次是沒有視像的 原因很簡單,因為請了之前在阿凡達人出現過的嘉賓 叫做阿Ben 這集的題目是《迷幻本源》的第二集 對,因為阿Ben是很神秘的 對,大家好,我是阿Ben 所以這集就沒有視像的出現了 對,因為我對面的是阿逸 對,我對面的是Isaac 其實阿Ben是不存在的 首先講一下,以下的內容會比較沉滿及眼神 因為剛才大家都在外面有個共識 就是這集也挺是一個失眠者加陰的系列 這次是成三的 對,在未錄之前我已經開始睏了 而Isaac已經睡著了 嗯,我也是不存在的 好的 好了,質問之前 連Isaac都在我們《花林》的討論組群裏面 都出了個姿勢 問一些聽眾問題 有關迷幻本源阿Ben 就會再上來了 有什麼問題會問呢 這個我們可能在第二節會再解釋 在開始之前我想 我們可能補充我們上一集 有些未講完的東西 或者是經過了一兩個月 可能有些新的東西 可以用文字或語言去表達出來 可以我們在第一節就先講這部份 是這樣嗎?我還打算先解答 首先阿Ben和迷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是的 這麼多人迷幻又不見他回到去 是的 只是剛好阿Ben回到去 所以他剛好在這輩子裡有一次迷幻 所以回到去 所以跟迷幻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是的,我要澄清一點就是 我一向都很迷幻 是的 在我們上一次節目到現在之間 有一個朋友就約了我和阿Ben吃了兩次飯 期間就討論了很多東西 有一些就很值得說的 又在這個期間我又問過其他奇人 其實當你在出生的狀態之下 如果你找到那道門的話 你找到那道門的話 你就可以上去的了 然後又有另一個奇人說 其實呢 剛好阿Ben的 High Self 是一條直路通上本園的 所以呢 有些人是特別容易上 那就是言下之意 就是有一些人是不可以這樣做 是的 怪不得我有一些朋友是 他說他是完全去不了那個狀態 是的 那 上次我們吃飯 我一晚就討論過關於時間的每一件 很多很奇怪的經歷 第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作為一個三次元的人 我們的意識就是在四次元 是不是這樣說 在四次元控制三次元 可以這樣說嗎 我本身的理解就是 在三次元的人 其實三次元的人 由他自己的思考模式 由他自己的驅學 他的意識狀態 但是其實實際上 要去經歷這種意識狀態 和思考模式的 就是四次元的靈魂 所以其實三次元的人 是未必真的有靈魂存在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 三次元 我們的育身驅學 是可以像機械人一樣在這裡運動的 就是所有的功能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這裡運動 但是其實我們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譬如在玩一隻遊戲的時候 會有一堆角色已經在Defot放在這裡 差點是你去玩不玩這個角色 你剛才所說的就是NPC 就是遊戲創造的角色 我無論問你什麼問題 可能你也是回答那段 只是它計劃了高級一點 就是三次元的世界 是否這樣說 我想有一點點分別 因為如果你是NPC 它本身自己有獨特的用途 就是你可以想像 譬如是一些賽車遊戲 你玩一隻賽車遊戲的時候 它是不是也有八架車在這裡 那差在你會有幾多個玩家去玩那輛車 那意思就是說 例如可能只有五個人玩 那不是有三架車是沒有人在裡面 但是他們會不會可以自己都移動呢 是可以的 即是說這種情況在現世是存在的 是的 意思是間中有些人是沒有靈魂的 那你怎麼分辨他們呢 其實在三次元的人的狀態下 應該是分辨不到的 即是那個人自己是不知道自己沒有靈魂的 是的 因為其實 我會這樣 我是經歷過的就是 那個肉體 有一個肉體自己的思想 靈魂有靈魂自己的思想 而 那個靈魂的思想你可以 有些幻想是 譬如是 大家說的 潛意識 HISF那些 但是 有某些人的情況下 它是完全是 那個肉體自己的思考去活動 或者是 那個肉體的思考 和靈魂的思考 是完全相反的 這樣 的狀態也是會存在的 那會不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假如 一個所謂沒有靈魂的人 去做一些 治療 或者一些 諮詢 例如 我想問 她的HISF 那是否真的問不到呢 如果是這樣說 我想應該是 但是 反過來說的是 如果她個人本身沒有靈魂的話 應該就不會編排到她去問這個問題的狀態 不會有這個機會 不會露出這個馬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則 其實每一個維度的狀態 都會有她自己的規則 譬如我們三次元 可能說 一些東西 實的的 硬斑斑 你就不能穿過她 所有東西有引力 有三大力學 奧悲萬有引力 諸如此類 四次元她有自己一套的法則 當然 四次元的人都不一定要跟 但大部份情況下都會跟 所以 可能會有某些情況下 會有某些人發現 她本身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很靈的 語言家 或是一個很靈的占卜師 去幫一些人做占卜 為什麼那些人永遠都不會中 或者什麼 可能那些人會有類似的情況 可能那些人本身是沒有靈魂的 或者什麼 而剛好她又沒有跟到規則 去不玩這些東西 她就去玩 可能會有這些 所謂現世的Bug出現 即是 有些 預言家 她每次說話都中 偏偏 去到這些人 就不中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靈魂 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但其實這個機會率是少的 是很少 那會不會一定是弱智還是怎樣 不一定是弱智 不一定 但是弱智或者有精神問題的情況 會比較容易發生在她們身上 那有靈魂和沒有靈魂有什麼分別 嗯 額頭寫著 有靈魂 我記得你好像說 靈魂其實是 好像 司機一樣 可以載著肉體 去走某些方向 是嗎 是啊 因為靈魂 會是一個比較高維度的存在狀態 就是去玩這個肉體 那所以其實她會比較清晰就是 那個肉體本身的人生 會遇到的東西 或者是其他個人的狀態 是會怎樣的流向 和將會遇到什麼事 那所以其實 那個靈魂 她的意願 她本身想去經歷什麼 想藉著這個肉體去經歷什麼 是 叫做 她比較清晰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而肉體很多時候就是 這個世界是這樣 那我要遵從這個世界的法則 去怎樣做 這樣 那就比較上沒有那麼清晰 所以 靈魂是 那個 目的和流向 就會比較 比起 肉體自己本身的想法 就會清晰很多 會不會有一個機會 是中途去搬家的呢 嗯 都有可能 因為 在一個高意識的圍道上面 他們 去 叫做 控制一個肉體 怎樣去存在 其實有時候可能 玩到那個人三歲的時候 可能他已經 已經做了他想做的事了 可能他已經再對這個肉體沒有興趣 可能他就會 那算了 我不玩了 給別人玩 基本上 每一個肉體 是應該都會 起碼有一個靈魂去玩的 但是 剛剛你說的那些是 soul exchange 就是交換靈魂 我想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是有可能 一個肉體有幾個靈魂 也有可能 如果那個肉體 是他要發生的 或是他發生的事情 是很吸引靈魂去看的話 可能 有一堆靈魂去 去 看著他 甚至去干預他 嗯 會不會 常常有人說 就是那些關於業力的事情 就是 可能一個人 他本身的靈魂 是不知道幾個時間線 上面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令到他有某些業力 那 假如一個靈魂 我去不同的肉體那裏 那裏 是會帶著他自己的業力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那 肉體有沒有自己的業力 基本上是有的 但是短期很多 所有事情 因為那個肉體 他的 存在 還有他存在的原因 很取決於究竟 創造這個肉體的靈魂 本身當時是甚麼狀態 他想的些甚麼 所以 嗯 一個 三次元的肉身是 叫做 某程度上是 他自己一開始存在 只是帶著他自己 存在的原因 而這個原因 未必是會 關其他靈魂的事 所以他自己的業力 可能是 上一個靈魂 或者是他 用他的靈魂 已經佈了 那個果 可能他就已經不關 甚至乎是 那個靈魂走了 可能他的果就不用佈了 所以他自己本身 自己的 因果就變成 只限於三次元 他自己人生裏面的事 那我呢 從這個 原長二 和其他 不知道哪裏的途徑 就得知 一個人死了之後 這麼神秘 不知道哪裏的途徑 死了之後 就上去五次元滑以上 那 他會覺得自己是有一個 總之他會覺得自己是有一個 有一個生活的 即是有東西裝著 他自己的 他可能不覺得自己是有 實質的肉體 但總之覺得有自己存在 然後呢 是有生活 然後呢 還有別的 人 這樣的東西 在那裏 走來走去 有應酬 有什麼 有沒有Facebook的呢 不用Facebook OK 然後呢 到他要投胎 然後呢 有其他人 就跟他講解 就說 那 這裡呢 就有幾樣東西給你選 那你選這個 那這個人呢 他會 哪個父母 然後他一生會這樣 這樣 那你去不去 這樣 那意思呢 就好像說 其實 那個三次元的肉身 他如果是要誕生的話 那就已經有一個設計 就是他人生已經有一個設計圖 差在你的靈魂去不去那裏 經歷 那你覺得這個設計圖 是包含什麼元素呢 這個設計圖就是我平日說的 命運那些東西 怎麼看呢 還是不懂得回答 不知道 這個 某程度上 我想是分工問題 去到一些比較高維度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自己的生活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角色 而 是 某一些意識狀態 可能是比較 擅長去 去 寫故事 嗯 去 去 去 做一些遊戲出來 你當他是 嗯 而去給一些玩家去玩 嗯 所以不是所有的高維度的人 都懂得去 去 創造一些 一些 三次元的人 市 或者這個世界出來 而是 有某些人 是專精做這件事 做完出來之後 就被其他人去選 就被其他人去玩 嗯 是這樣去 去 進行 這個三次元的遊戲 哦 是啊 就是說 那些角色 都是某一些 靈魂專責去設計出來 是啊 或者是有一條 製作線這樣 就這樣刪除了 就是 感覺好像就是 一群人坐在網巴那裡 可以選擇遊戲 玩 哈哈 那但是 那些 在上面的五次元 六次元 的我 亦都是 更加高次元 的Player 在玩的角色 嗯 按道理是 除非他們本身自己沒有靈魂 哈哈 那麼神奇 那即是高維度的意識 都可能是沒有靈魂的意識 他可能沒有更上一層的靈魂 嗯 那 如果這樣說的話 可能就回應了剛才Isaac說的 就是 究竟有些人是 會容易一點直通本源 還是有些人是 去到 上到一個維度之後 就會止暴 再問不到上去自己的 更高的high self 那樣的狀態 可能就會 然後呢 你剛才 就是 在我們 錄音之前 就是 講講講講 搞得我睡著了 哈哈 你Isaac都睡得著 應該真的 哈哈 你被自己 自己的聲音 睡眠了 哈哈 這些不是互相的 哈哈 這樣就說 其實 嗯 我們剛才提到一些很高次元 高到某個層級上 你就說 其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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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個體是黏在一起的 是很難分到誰打誰的 嗯 可以這麼說的 然後呢 當你 跟著我就說 那些個體有沒有性格的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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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基本上是有性格的 那 那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 越高圍到他們所包含的越多 那所以他們對於自己性格的理解呢 很多時候是 怎麼說呢 他們是會 去不斷去完善自己去幻想自己是什麼狀態 而去了解自己的性格 而未必是去跟人溝通而知 即 未必是一個feedback去令自己知道自己是什麼性格的狀態 而是自己去幻想自己 哦 原來我是這樣的性格的 而當 去 怎麼說呢 應該這麼說 是 越高圍到的 狀態 其實他們的思考方式是越封閉的 但是 同時間因為他們的 處理能力高 和他們的心靈感應是 很一體的 即是就算不是心靈感應都好 他們都可以幻想對方究竟在想什麼 所以是不太需要去跟其他人去做一個溝通 所以他們 當知道自己是什麼性格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去幻想 我的性格是這樣 我一輩子就是這樣 我可以這樣玩 當他們幻想完自己之後 他們就開始就可能去幻想其他人 究竟其他人的性格是什麼 其他人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 究竟他算不算是心靈感應呢 我又 不可以直接回答到 但是 只可以說 他們很多東西相同 所以他們很多東西都可以想到對方在想什麼 而自己有些決定性不同的地方 而形成他們自己的性格 大概是這樣 很模糊 他們個人自我和其他人的分界線 我有一個問題 是 那存不存在一樣東西叫欺騙 嗯 不可以用欺騙來形容 他們有一個狀態是 不想別人知道一些東西 但是跟我們 一直認知所謂的欺騙有些不同的就是 我們想欺騙別人 就是真的不告訴別人 或者是說一些錯誤的訊息去告訴別人 去欺騙別人 但是 因為 我剛才也說過 就是 他們的 思考 能力很高 處理能力很高 所以其實 他們要去欺騙別人的時候 如果他純粹不說話的話 其實別人是 幾乎一定知道他是在想什麼的 而 那個狀態就會發展成為 嗯 如果他是想別人不知一件事 是不看一件事的話 他就要去告訴別人 我現在要欺騙你 或者是 我現在要不讓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 你可以當是 你幻想就是一個電腦program 就是 如果我想一個蘋果 我要你永遠都不要想蘋果 永遠都不要顯示蘋果 這件事 你就要告訴別人 我要你不想蘋果 然後那個人就會接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 我要不想蘋果 然後他就會自己 自己屏蔽了自己對蘋果這個想法 其實 好像我上一集說的時候 都說 就是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由一種 叫做能量堆砌而形成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聚合體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 一種咒語的形式 就是 他將 要別人不知道這件事 的所有 應該存在的狀態和存在的方式 去告訴別人 你要不知道這件事 而令到別人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當一個很高的圍度 一坨東西 想去了解自己的時候 他就會想想 其他人和我有什麼不同 然後 他就會 不知道是你還是他 就會再跳上再高一點的圍度 然後 數過他旁邊的 那一坨東西 去看看 他真的和我不同 然後下來 原來他和我不同 然後我就說 但是 其實會不會 在很高圍度的個體 他也是有一個很固定的狀態 就是 我存在了 我是一個個體來的 只不過 就是 你 這個意識 是一個 好像 旅遊一樣 你可以在不同的 圍度 走來走去 然後 你就 做了 剛才你說的動作 就是你去到一個很高圍度的軀體 的個體 的內心裏面 繞了一圈之後 然後 究竟是怎樣的 然後你這個意識 就再跳上一個圍度 再下去旁邊那個 然後再上回去 再下去下去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是 應該這樣說 就是 原本 自己存在的狀態 應該要有 去到某一個高度的圍度 開始 才可以再去感受下面圍堵 不同人的狀態 如果那個圍度 自己想感受自己旁邊的人的狀態的話 是需要再跟他 再高一個圍度的自己 去溝通 才可以做到的東西 那 那個狀態 就可以幻想 就是 我開一隻遊戲 有十個不同的角色 去玩的 那 你試完這個之後 就出來試第二個 然後再出來試第二個 所以必定是要你 原本自己有一個 更高圍度的意識 才可以做到這個跳躍的效果 而 當你有那個意識的時候 幾乎就是 你可以 用任何時間 任何方式去跳躍 而去經歷那個 角色的任何狀態 以你這樣說法 我又想到一些很害怕的事情 其實你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 本質上是 是不應該能夠了解另一個人 如果純粹以 那個 圍到的自己肉身狀態來說 就應該是的 那就是說 他是要 某程度上 是 connect了自己的high self 然後 再跟旁邊那個high self 就是 可能是 他上了去 上一個high self 然後繞到別人那裡 打個回合 再下來 才可以知道 別人是想什麼的 如果要完全去理解 那個人的思考 性格 應該就要這樣 才可以 比較一個 完善的理解 當然 我們現在在想 肉身可以靠語言 去某程度上理解 但是 應該就 沒有這麼徹底 感覺是 嗯 你又說過 剛才為什麼會睡著了 就是說 其實 我又曾經想過 一個很高維度的個體 它是不是有能力創造其他 比較低維度的個體 但是 其實這個可能是一個幻覺 就是說 其實只有本源 自己在創造 嗯 它呢 是 以這個 其實是 嗯 嗯 我們經常說 所有結果都已經在了 那麼 參賽的意識 是穿過每一個狀態 令到 令到 令到你以為 你的時間是流動的 嗯 那麼實際上 時間是沒有流動過的 只是 那個靈魂 在本源那裡 下來了 逗留了 不知多少億分之一 上回去 然後到了旁邊的狀態 又下來了 然後上回去 然後 然後呢 本源的意識 將每個狀態 串起了 然後你以為 時間是流動的 嗯 自己 自己的維度的狀態 的時間 是必然是 需要 上 起碼是 上一個維度的時間 去 賦予 才會有時間 但是 我 就是 譬如看漫畫 整本漫畫 已經是我整個故事 在這裏 如果你不揭 那它就沒有時間流動 你揭 它就開始流動 開始說一個故事出來 你就可以感受那個故事 類似是這樣的 但是它自己原本本身 是 不能夠去 即 它 自己本身不能夠創造自己的時間 嗯 即是等於電影裏面 電影的真身是一格格的電影 本身是沒有流動過的電影 就是當電影一直流動的時候 然後你看 你就以為那些東西在流動著 實際上是一格一格的電影 嗯 我有一個問題 剛才就是 如果你不去揭那個故事 它就不會動的 會不會是這樣呢 例如我們現在三次元的人 我們去寫一個故事出來 其實我們在創造一個世界出來 裡面的角色是我們賦予了它的劇情 人生 意義那些東西 那會不會是 其實我們 我們不理它的時候 其實它是 我們的潛意識在想這件事 這個故事其實是一直在走的 只不過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表面的意識 我們不知道而已 那當我們推上去的話 會不會是 本源 其實有一個本源的潛意識 暗地去干擾 或者推動這件事 而它的表意識是不知道的 嗯 嗯 本源哪有潛意識的 我正在問這個問題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呢 其實它有一些思想是它不知道的 但它做出來 其實這件事正在推動 但是 等於你不會像玩網上遊戲 即是我的角色 我鎖掉了 那我鎖掉了 就在那個位置 其實未必是這樣 嗯 會不會是我每一次去看那件事 其實已經是有一個轉變的呢 嗯 你正在說的是 本源去寫故事 還是我們現實去寫故事 即是 你是代入我們現實寫故事的時候 創造出來的東西 還是 本源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 它是會有想不到或未想到的情況 但是這個情況 只是其中一種它自己賦予自己的可能性 有一種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剛才我說過的時間 必然是要對上一個 圍道去賦予給那個圍道 去run那個圍道 即是 你三次元的時間要動 起碼四次元要給時間三次元動 而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去到本源的狀態 本源思考 就等於時間動 本源不思考 時間就是停止的 即是它是自己賦予自己的時間 那它自己究竟它想了多少呢 它想不想 還有它想的時候 它究竟是想存在不存在 它有想到和沒有想到 所有都是它自己去發生的事 而因為它自己的思考就會形成時間 所以它是 它想多少只有多少時間 所以那個時間是 對於它來說不是一個限制 即是它不會 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想到的 或者是 有一段時間是想漏了的 那 那 那個只是一個 當一刻的狀態 而 它去到下一刻的狀態的時候 它就會存在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 原來它是有想到的 而本源的最大的 存在特質就是 它有無限的處理能力 它的 思考是無控無盡的 所以 它這一刻想不到的東西 它下一刻 必然會想到 或者是 它這一刻想到的東西 下一刻 必然想不到 即所有的存在狀態 它都會包覽在它的時間裏面 所以 它會不會不小心想漏了東西呢 會 但是不會影響到 它所想出來的東西的發展 甚至乎 甚至乎 當它有影響的時候 原來它這一刻想的時候 它想錯了 故事的發展 會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就會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就會是另一個平衡宇 對於我們來說 好 哎呀 這樣 好了 這一節 時間又夠了 讓我們先休息下一 休息下一 休息下一 先休息一下 就是 剛才就是 好像講漏了一個想法 就是 這個所謂 有不同的人 然後每一個層級 有不同的存在個體 一直在一層一層一層 這樣 踏到上去 很高 百幾二百個層級 然後上面就是本源 不是 其實本源 它是 一想 就是 它是想了每一個層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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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 表 就是 一直這樣 每一層每一層 都想了 角色表 然後 所有的事件已經存在了 那 只不過 它是 它是 整個宇宙這樣 穿一次 從上面 一直穿到下面 然後 又閃上去 去製造不同的 那個 時間點 然後 又再穿起它 然後 就令到自己 以為每一個個體 是 穿越時間 其實 只有本源 自己 這樣 其實也是 對 對 而 最有趣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個體都以為自己是在控制下一個圍道的東西 但是其實實際上所有的思考方式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存在都是 本源自己衍生出來 它自己的意識去經歷 而 而我們是 不知道 對 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 剛才我想問 那個 例如我們寫的一本書 寫的故事 其實 我們就說 我們幻想所有的東西出來 其實那件事是不完整的 我們幻想出來 我們會覺得 知道什麼是不完整 而 如果 你幻想 如果你身為那本書裡面的角色 它是不懂得去思考自己是不是不完整 而它也不知道不完整的狀態是什麼 即我們現在就知道 哦 原來熱學是有多少條定律的 或者是什麼 但是 可能在四次元的時候 會跟我們說 不是啊 其實熱學有18條定律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就不會以為錯 不會以為不完整 嗯 然後呢 你曾經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思考 不是存在於我們的腦裡 嗯 所有思考其實都是一樣 其實只有本源在思考 是的 因為 本源是幻想每一層的思考方式 然後去幻想下一層的思考方式 不斷地幻想下去 所以 我們 我們自己是很難知道 究竟我對上我是怎樣思考 我們會以為自己在思考 但是其實我們只是一個 被幻想出來的思考模式 其實我們自己的思考模式 都是一種幻想 嗯 嗯 是的 即是等於 寫劇本那些人就知道了 寫劇本那些人 是一個人幻想 五個人 好像五個人存在 五個不同的人存在 在自己的腦海裏面 這樣 但是其實是一個人幻想出來的 嗯 但是我這個幻想 其實是不是 是我的高人存在幻想 然後塞給我 就是這樣 因為高人存根本就知道 其實那件事是不真實的 如果這樣看 例如我們幻想一個劇本 有五個角色 你知道那五個角色是假的 是啊 正等於可能四次元會知道 三次元可能有幾個角色 是去扮演的 那都是假的 那再推上去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 其實幻想出來的東西是假的 因為你知道下一層有東西在參考 你三次元有二次元的參考 你四次元有三次元的參考 這樣 可以這樣說嗎 嗯 不是啊 那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是啊 這個就是這樣 即是沒有真假這件事呢 沒有 這個只是我們自己的想法 而對於我們來說的真假 就只是對於我們才會有影響 而實際上 那件事真正存在還是不是真正存在 是取決於 究竟本源要我們怎樣去經歷我們的存在 即是一個本源是要令到我們覺得這個世界很假 是要讓我們見到這個世界的存在的不完整性的 我們就會看到 如果本源幻想我們是一個很享受生活的人 很懂得享受生活 所有鳥魚花香都是一看到一聽到一聞到 就會覺得很實在存在 那那個狀態我們就是真的 那就是其實本源寫了一個完美無下 非常細緻的劇本出來 嗯 不是完美無下 只是對於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因為本源一直寫下去的層級裏面 應該是不斷去寫戲 不斷去簡化自己的劇本 才可以這樣說 那就是譬如我自己 我上次都說過我自己的 要做的事 即是我的任務 我的靈魂的任務 就是要在這個三次元空間裡面 去休息 去不管一些更高次元那種 很繁雜的感覺 或者很資訊爆炸的感覺 我想是去一個很平靜的資訊的狀態 去休息一下 那 某程度上可能是因為 要復興這些這樣的狀態 所以 這個三次元的狀態 就是要去寫起了大部分 其他越來越高次元的狀態 一些規則 一些 會存在的物理狀態 而去形成我們現在這個 這麼簡化的三次元狀態 那可能在某一些 本源的幻想裡面 可能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三次元狀態 也不一定 是啊 Ben 他第一次來錄完節目 不是 上一次來錄完節目 然後跟我吃飯 然後他就說 為甚麼 為甚麼是我 我作為一個人間的一個謀病 為甚麼可以上到本源 然後我想想想 那當然是你 你是本源的度假屋 度假屋 怎麼會開在十字路口 當然要做一個二打六 而且很懶 又甚麼都不管 那就對了 好厲害 果然是Isset 世事都被你看透了 阿Ben 怎樣看 我也是這樣回應 好厲害 果然是Ben 我們就去聽眾環節 不是 剛才我還想說一些 就是 如果你是寫劇本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會寫劇本 參作好還是不好 而根據我的經驗 就是一個人能夠寫劇本的角色的數目 是有限定的 還有就是一個人 他能夠寫的角色 必然是簡單過那個人 他自己的心理 如果不是寫不出來 所以就是 如果一個人 他能夠寫五個角色 還能夠寫一個很複雜的故事 那個人的腦海 是一定會比那個故事更加複雜 才可以寫出來 好厲害 好厲害 果然是Isset 我想問如果 如果是用了所有精力去描繪 只是一個角色 有沒有可能 那一個角色 不用 一個角色 他不是因為跟其他人的交流 那一個角色 不會覺得自己存在 對 對 好厲害 果然是Isset 等於你想想 這個超人 Man of Steel 哇 我很厲害 我會飛 我又好打 都沒有人跟你打 為什麼知道你好打 好厲害 好厲害 果然是Isset 我們可以去聽眾的提問嗎 對 首先我們回答第一集 因為第一集在我們的Fan Page 上發了連結 也有一些反應 有些人也有一些問題 我想是歸納出來的兩大條 首先想看看Ben怎樣回答 第一件事就是 他就問 你覺得你現在得到的所有東西 關於本源 或者圍道的資訊 是真的一些你自己有的經驗 還是受藥物影響 或者潛意識的幻想 你怎樣分辨 其實我想在第一集 我某程度上都說過少少的 就是 嗯 其實呢 我都不可以很100%肯定地告訴你 我這個經歷 究竟是不是必然是真實 但是 在一個邏輯上 我那個經歷是 就是 慢慢我就覺得自己的 處理能力高了 我開始越來越多幻想 越來越多的思考 跟著一路去 去一個很邏輯性地去攀登上去 而去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我是 在我的思考層面裡面 是去到一個無限的處理層面 去幻想所有的東西 去創造所有的東西 所以 因為這個狀態 就算 我是幻想出來 或者這個純粹只是一個幻覺也好 而我是實實在在地去想過一次這件事 去 用我自己的思考模式去處理一次這樣的事情 而 我那個思考模式裡面 我也是思考過無數的人生 無數的狀態 無數的宇宙 有無數的可能性 所以 就算這個是假的話 都必然是真 你明白我說什麼 因為我自己創造這個狀態出來 在那個狀態下 所以 就算這個世界原本不是這樣也好 在我的經歷裡面 都會令它變成真實 可以用一些客觀的東西來講一下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究竟是你幻想出來 還是真的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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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我看過的印度教書 有博家凡歌和奧義書 還有聽聽很多印度教的說法 是幾吻合的 就是 首先就是印度教的人說 其實這個宇宙就是大凡天的一個夢 是大凡天想出來的 大凡天只要一想 就有這個宇宙 而 在這個基督教裡面 亦都是流傳這個說法 就是說 宇宙其實是由這個大智慧設計出來的 我小時候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不相信這個說法 就是覺得 那你的科技拿來做什麼 但是 去到原場的時候 那些科學家又重新再想過 就是 其實這個宇宙本身是有意識的 然後 就不停地 在印度教佛教那裡說 其實 我們的現實是一個幻象 但是最吊詭的就是 就算你 上去上面高次元 作為高次元的一個軀體 他們的現實都是幻象 是不知道誰是真的 就是 就是說 由Ben口中說出來的東西 和我看的書 說的東西是吻合 只可以這樣說 好東西好東西 我們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 你經歷過了 即是你經歷了這個 有這個經驗之後 其實你覺得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如果在外人看來 好像這樣經歷完之後 應該會覺得 了無生趣 所有事情都已經是 我沒有意義的 更有意義的 都已經被我經歷了 但是 那個 實際情況是 當我明白到 原來我在 本源狀態之中 我在分擔一個什麼角色的時候 我在本源狀態之中 對於什麼的注意的時候 我就會明白 我原來 他注意的是 用我這樣的生命去消磨時間 所以 我去經歷我這個生命裡面 可以經歷到的東西 就是本源給我的一個 最 最根本的任務 所以 在這個狀態下 我是 無需要刻意去思考 究竟我的人生有沒有意義呢 因為 我的存在就是 本源給我的意義 那會不會有一個 這個我不想幫你下結論 但是 你對這句說話怎麼看呢 有句說話叫做 存在即是合理 我也知道另一句說話 Isaac Sir說過 就是這樣 好厲害 果然是Isaac Sir 你是不是有補充的 是呀 之後就下一個問題 有人就問 你是不是可以 分辨到這個 你在那個狀態的時間 和現在這個世界的時間 和你會不會有一個控制權 是可以控制你的時間 對時間感覺的快慢 以你現在這個身份 嗯 當我在那個狀態裡面的時候 只要不是最終極的狀態 即不是最頂的本源狀態的話 其實所有的時間的感覺 是跟我們現在的感覺 是很類似的 只不過 分別是在於 呃 越 越 越低層的時間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就是要是上一個 呃 時間 去 分配給他 就是其實 其實 時間的感覺 純粹是一種流動的方式 而 不是一個自己 呃 不是一個自己圍到的狀態 是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來的 除非是本源 因為只是本源 才是 他自己衍生出自己的時間 而其他我們的狀態 都是一些被賦予的時間 那 呃 我的時間感 或者各樣東西 會不會不同呢 那我覺得 呃 很籠統地說 就是我覺得其實 每一個人的時間感 都可能不同 只不過我們 我們不認識其他人 我們不知道其他人的時間感 是怎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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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時間感是怎樣 是 對於那個時間的流動 是 沒有什麼影響的 其實是 除非 除非你是用 再高一個次元 去感受現在這個次元的時間 如果不是 你是不會知道分別 好 那有沒有補充呢 沒有 好 那再下一條 那這個就是拆散了比較多的問題 那我再問一下 那 那 那 想問一下Ben 那本源對整個宇宙的目的 或者生命的目的是什麼 嗯 其實本源自己本身是一個 好奇心很重的 一個意識 那 就是性格來的 嗯 可以這麼說 因為其實我之前那一集都說過 就是 本源本身自己是已經包含了所有性格 所有存在的狀態 以及所有的情緒各樣東西 所以他有好奇心是一個必然性的 必然的 包含好奇心 對 而且也是一個很極致的好奇心 嗯 所以他去創造這個宇宙 這個存在狀態 你可以說他是很有意識去嘗試做這件事 也可以說 其實他只是無聊去做 所以那個狀態 你問 我們能不能夠理解他的目的 那個意義在哪裏 真的要說的話 只可以說 所有的目的都是他的目的 所有的東西的存在都是他的目的 他就是要有這麼多東西在那裏 就是要所有東西存在 所有東西去經歷 所有東西去發生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有沒有補充 沒有 那第二個小問題 就是 本源是否這個宇宙最高的神 用神來形容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 我笼統一點說 就是一般人認為的神 是 他可以去 就是他會想 或者是 一個很 好像 很人性化的一個 很隨心所欲 去操縱這個世界 我想他怎樣變 或者想他怎樣去發生一些事情 或者是 想你要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是 我要天下火 或者是 要海蒸發 這樣才算 但是 以一個本源來講 其實他不需要去控制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 每一種存在狀態都是他想要知道的東西 他雖然是一個創造者 同時 他是一個觀察者 他不會去干預我們發生的事 但是 他會去幻想我們發生的事的其他可能性 所以他不需要去干預一個可能性裡面發生的事 因為其實根本所有可能性在他的觀察裡面都是存在的 所以 用神來形容的話 我覺得 有點而侮辱他 那第三個小問題 那是不是有無限的宇宙呢 可以這樣說 除非你自己本身是本源 你才能數到究竟有多少宇宙存在 如果不是的話 對於我們來說是無限的 那第四個問題 那是不是有給你經驗過的那個本源 有更加高的層次的創造者 會不會存在呢 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 因為本源 好奇心重 各樣東西 他又要去 去了解自己 去了解所有發生的事 當他覺得自己 我了解了自己 當他覺得自己能夠了解自己的時候 他就會 有一下覺得 其實我也不是這麼唯一 真正的本源應該是唯一的 即是當他 知道自己 是作為一個本源式的存在的時候 但他又知道自己的存在的價值 他自己存在的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自己存在都不是真的這麼獨特 他一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分拆多一個自己出來 或者叫做 copy多一個自己出來 當他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 原來我自己也不算是一個本源 作為一個這樣的狀態 其實應該有一個更高的存在 他就會自我降格了一個層次 然後他會突然多一個新的本源出來 真正的本源 而去再循環一次這個情況 最後那個本源又會發現自己 其實我都未必是本源 然後又會再創造一個出來 不斷去自我完美化自己 他會不斷去自我創造 有什麼好說 其實可能是當這個本源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假裝自己是低一級 然後再抬頭看 原來上面還有的 但你上去之後 發現原來都是我 對 類似是這樣的狀態 下一個問題就是 最高和最低都是無限的概念 我不知道他會問的是什麼 我猜是否表示圍度呢 真的是不是我們有無限高的圍度 有無限低的圍度呢 其實 我們現在就這樣想 就是我們三圍 我最高可能不知道的一圍 其實這個所謂的計算方法 其實是沒有一個界限的呢 那你想一下 剛才我們剛剛回答的 就是當本源 以為自己不是唯一的時候 然後他又創造了 再對上那個本源 那就是那些圍度是用他去說的 基本上 對 但是 這個是看 究竟我們自己的處理能力有多高 就是 以我們三次元人 我們的思考模式 我們的框架下 可能我們真的可以理解到的圍度 可能是很有限 而 越高的圍度 所知的圍度就會越多 嗯 那 這位朋友 這位朋友 最後一條問題 比較有趣 比較有趣 本源和與神對話的神 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呢 那其實這個世界 存在的所有東西都跟本源有直接關係的 差在 呃 那個關係是 呃 怎麼說呢 究竟與神對話那個神 是有多少圍倒下來 究竟他是 被幻想的第幾層 的存在 還是他真是最終極的本源存在 但是 真正最終極的本源存在 會跟我們溝通的機會 應該會是極微極微 應該說 視乎與神對話的作者 他自己 可以聯繫到幾高圍度 那沒有補充嗎 關於這條問題 嗯 其實這個 去到 不知道幾多圍度以上 那些都黏在一起 所以 再分為圍度 有什麼意思 你意思是不是我們 沒有可能把它分得清楚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可能他們自己都不分不清楚 OK 果然是ISAS 好的 好了 那我們去到下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想問 就說 Ben說自己試過在另一個平衡宇 經過多次選擇之後 才決定留在我們現在這個宇宇 那是不是有什麼原因呢 嗯 這個原因都是我開頭 就是 那本源是需要我在這裡 我沒有在這裡 就是 原因不是我自己 就是 我現在下來了 我就不可以代到我上面的Higher Self 來回答 而 我上面的Higher Self 為什麼要選這裡呢 又是他再上面的Higher Self的決定 所以這個無限推論上去 其實就是 本源要我在這裡 所以我就要在這裡 我只不過是要去 選適合我應該存在的位置 而不是去 所以我正在說 就是 這個宇宙是否最特別呢 對於整個存在來說 即未必是這個因素 嗯 這些東西很關注 好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嗯 那講完了 有沒有補充 有沒有補充 暫時都沒有什麼 嗯 會不會有機會有第三集呢 想到再說 對了 那這一集 看看會不會有聽眾有新的問題 因為 我忽然之間有點補充 剛才我們討論的時候 忽然看到你的錶 哦 你的錶是每五秒跳一跳的 之前不是這樣的 是這半年才是這樣的 他的錶原本是正常的 然後呢 還有就是 Ben 他說他最近 就 跳出去的次數 已經比較少 嗯 即是開始又瘋了 嗯 因為始終 逗留在這個圍道的意識裡面 才是我的 終極目的 嗯 那即是你一直在遺忘 你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所謂的記憶 嗯 又 又不是 我記得那些我真的記得回 只不過是 不需要去特意再去經歷 嗯 然後我曾經就問過 其實 這個 印度教的典籍 會不會有些是你寫的 然後Ben就說 那 其實 其實 這些問題 都是 是我寫之餘 都是你寫的 只不過是 看你聯繫到哪裏 我記得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說說說說說說 說到一句 就說 又是我 又是你 然後Ben就說 不是啊 又是我 我這樣 然後一說到這句 突然之間滾大對眼 就瀝了 原來他就飄了出去 然後飄了一會兒 回來就 嘩 中伏啊 哈哈 哈哈 因為始終是有某些 有某些的思考狀態 或者某些的說法 就是會比較容易去 聯繫回到門那裏 就是當 當一些的說法很認識 令到自己的靈魂很認識到自己的靈魂存在的時候 很容易就被你扯出去 那個感覺就是 到門開過一次之後 就很難鎖得上去 哈哈哈哈 好啦 這樣就暫時說完了 厲害 好厲害 好啦 那今集呢 可能照樣我們會在討論區 或者我們的Fan Page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再留言 看看會不會有下一次機會 有 慰患本源第三集 哈哈哈哈 沒完沒了 這個 還是無限loop 好啦 那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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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